男人的六大死穴,女人一碰就着火 女人喜欢捉,这是正常的 可是无限度的捉,感情就会被你给捉没了 有一些男人呢,平时脾气好,但是也有死穴 女人一旦触碰了,就很容易着火 第一点呢,就是不要在男人社交的时候 频繁的打电话吹起回家 男人社交基本为要两个环节进行 一个环节呢,是为了事业做一个铺垫 一个环节呢,是为了放松做一个铺垫 为此呢,男人社交的时候 频频接到老婆催促电话 男人知道啊,其实是关心 但是却在朋友的面前呢,就很丢脸了 聪明的男人呢,会在社交前呢 向老婆提前的禀报 聪明的女人呢,会在丈夫晚归的时候 发一句问候的短信 第二呢,就是不要把自己的男人 和别的男人做一个比较 不要说啊,他不如别的浪漫 不如别人体贴,每一个人都是特殊的个体 爱的方式也不同 经常这样说呢,会使爱成为一个心理负担 当你一个食指指向男人的时候 四个指头指着自己 把自己的男人和别的男人比较的时候呢 别忘了把自己和别的女人比一比 心里啊,就平衡了 第三点呢,就是不要在亲朋好友面前啊 戳穿男人的一个缺点和糗事 每个人都有滑稽的一个往事和自身的一个缺点 之所以呢,在家人面前不设防 是因为男人啊,觉得在家人面前就没有必要装了 但是呢,在外人面前呢 男人偶尔还是会打肿脸,虫胖子 这时候作为妻子的话 千万不要揭穿男人的一个真实 更不要觉得自己的一个丈夫很虚伪 因为生活,在一个狗眼看人低的一个社交环境下 有时候装出来的强大 也能够为自己换来一些机会的 第四点就是不要经常的去试探男人 更不要以分手作为一个威胁 当你经常的给他这种心理暗示的时候 他的一种潜意识就会为了做好分手的一个打算 试探就是不信任 不信任还用分手威胁就更不对了 反而让男人怀疑你的 反而让男人怀疑你对他的一个爱 当男人真说同意的时候 你不是鸡飞蛋挡了吗 第五点就是不要在男人的面前 平凡的说他的父母以及兄弟姐妹的不是 男人可以偶尔的唠叨 自己的父母或者是兄弟姐妹不给力 但作为妻子不要迎合 更不要主动的说起父母和兄弟姐妹的不是了 亲情会随着一个新家庭的建立 弹幕了很多 但是在关键的时刻 亲情又会奋发出让人难以估计的一种力量了 第六点就是不要查看男人的手机和他的钱包 夫妻之间就要给出了信任和真诚 如果你经常的翻看他的手机还有钱包的话 会让他极度的怀疑你是不是不信任他 对他不放心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今天我们的话题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们节目的记得帮忙点击订阅点赞加收藏转发 下期再见